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示哀悼 中央更下令全国7月11号降半期致哀 金融市政府也从7月11号起一连三天 在金融地标以文字台湾自有尽道安倍 来表达对安倍前首相的悼念 位于金融港西岸的金融地标出现 台湾自有尽道安倍八个大字引人注目 日本前首相安倍日前遇迟身亡 对于这位最挺台湾的日本前首相辞世 金融市长牛昌决定以金融地标点灯方式 表达台湾对安倍前首相的追悼与感谢 对于金融市政府的做法民众多表示认同 因为安倍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不管是在日本或在台湾 他其实都算一个蛮重要的政治人物吧 然后尤其是他其实对台湾来讲 其实他也是蛮友善台湾的 所以其实用这种方式去 表示一些敬意之类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我们安倍也是确实是说台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很多事情都对台湾非常支持 所以说他的过世我相信很多人 尤其像我爸爸那个那一辈 我爸今年已经90多岁了 他日文非常好 所以他也非常喜欢日本 所以他的安倍的过世对他的打击 他也是心理上也是非常难过 我想说这也是我们一般的市民小民的一般的新生 因为收到他的二号我觉得就是蛮惯惜的 八号就是收到他那个不好的消息 然后就是觉得很可惜 他这么好一个人就是这样离开 但是也感谢他之前为我们台湾做的那个许多付出 金融市政府官方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表示 金融地标在软硬体更新后 可以配合不同时事节日活动变换及呼应点灯 这次从7月11号到7月13号连续三天 用象征纯洁和平的白光点亮金融地标来悼念安倍 感谢这位日本前首相毕生对台湾的诸多帮助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夏天天气炎热最适合玩水了 金融七堵的石工坛素有天然泳池之称 游客总是络绎不绝 但看似平静的溪水却暗藏不少危机 过去就曾经发生了不少溺水的案件 除了吸水深浅不意外 温度变化也很大 警方在这里立告示牌禁止吸水 但还是有不少民众无视警告 天气越来越热 来到七堵石工坛 把身体浸泡在吸水里 清凉又消暑 由于风景秀丽 水质清澈 因此吸引不少游客 前来游泳吸水 附近的居民更是把这里 当成成永聚会场所 天然行程的石工坛 全长约150公尺 最深的区域竟有三米深 在地的永客说 水道看似笔直 但深浅不一 岸边和溪底的石头很滑 一定要注意安全 从早上就发展了来 夏天有时没去游泳池就来这里 我这很轻 轻还好 还好 你要是没有游泳的话 带个救生圈 不错啦 往年暑假 石工坛就会传出溺水意外 山浮站边设置了危险水域 禁止细水游泳的告示牌 但不少民众无视于告示 细水发生危险 消防局很无奈 只能呼吁民众 找适合的水域玩水 下水前必须做好暖身 带小朋友玩水 更要有安全护具 石工坛 因为没有救生人员 没有救护站 所以民众在汽水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下面几点 第一点 要下水前要做好暖身的一些运动 然后再来就是要结伴同行 万一有发生状况的时候 可以互相的呼应 然后第三 水深有时候下午热对流 然后雨水会暴涨 那也要注意水位的升降 避免那个突然的河水暴涨 造成这个离开的这个危险 消防局提醒民众户外汽水 最好挑选有设置救生人员的水域 另外多多注意周遭的天气变化 才能够确保生命安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到七毒马林地区 一间隐藏在树林间 绿意盎然的城堡景观 无餐单料理餐厅 在这里不但可以吃到 特别的季节风味餐点 享受美食放松心情 也很适合拍照打卡当网美 虫鸣鸟叫声中映入眼帘 隐藏在树林里面的这座城堡餐厅 光是周遭种植的整排落雨松 以及各种花卉和充满生机的渔池 就令人惊艳 走进屋子里面 整体挑高的用餐空间 和拱门造型的大片落地窗 可以直接透视外面的园艺造景 令人心旷神怡 经营这家餐厅的姐妹花老板表示 希望让来这里用餐的客人 能够看见马林四季不同的美丽景色 而他们的餐点也会跟着夏天和冬天两大季节 搭配在地食材做变换 夏天的话就会饮食会偏向比较清淡 然后会用我们都用当季 比如说现在竹笋 我们下面有一个冠军的竹笋 我们就会利用一些当地的食材 或者是当季的食材 去做一些夏天凉的 或者是我们夏天的食物 会比较偏向法式的感觉 那冬天就会比如说 我们台湾人就喜欢吃一些麻油 或者是比较炖类的东西 我们就会可能炖牛肉啊 或者是一些麻油鸡 或者是松满猪之类的这些食材 会去做一些调整跟搭配这样子 我们每个月的20号会开放 下个月那个餐厅的预约 然后时间都会公布在 我们的粉丝页上面 那客人就可以看我们的那一篇 然后去视讯我们 你们要预约的时间 那没有接受电话预约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 所以忙起来的话 可能就算我接了 我可能忘记了 那就不太好 所以我们用网络预约会 大家都各自有依据 会比较保险这样子 直透式的餐厅和厨房 拉近主厨和客人之间的距离 也让客人一目了然 大厨的做菜环境和方式 让用餐的人更安心 由于是无菜单餐厅 主厨兼老板的史蒂芬尼 介绍煮菜色时强调 不论是牛肉 鸡肉还是鱼肉 都是自己用心的作品 从腌制到烘烤煎煮 都是耗食耗工 兼顾色香味俱全的经典菜肴 就是牛煎的部位的牛排 我们有先用味噌 先干腌过一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把味噌去掉之后 然后再煎过 这样子的动作之外 它会把它的肉汁会锁在里面 然后会多一股味噌的香气 鸡腿卷 那就是我们用去骨鸡腿 然后里面有卷上那个 日本的那个豆皮海苔 还有那个韩国的那个苏子叶 然后火腿跟那个红萝卜 然后中间再卷上一些粉丝这样子 然后切开的话 它就会有一圈一圈的颜色这样 然后我们最后会搭配上 那个盐奶花生酱 猪里肌 对那先用了那个香料 下去腌制了一个晚上 然后用低温先烤过之后 我们再那个大火下去煎 对那它吃起来就 因为里肌肉的那个脂肪 没有那么多 那吃起来会比较软 然后也比较没有负担 对 除了煮菜配菜和点心 主厨一样用心贴心 像是这道松露炖蛋 听起来是炖蛋 吃起来却有着像布丁一样的滑嫩口感 松露炖蛋 对里面加的是鲜奶油跟鲜奶 然后还有鸡蛋 然后再加一点肉豆蔻下去调味 然后最后是淋上那个松露的那个酱汁这样子 对 口感上 它的口感比较像布丁 就是是软嫩的 对那比较那个滑顺这样子 对蛮特别的口感 其实蛮多客人都蛮喜欢的 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再加上暑假到来 这家位在七独马林地区树林间 绿意盎然城堡景观的无菜单餐厅 非常适合民众前来一探究竟 享受美食及芬多金 不但可以吃到餐厅特别准备的季节风味餐点 放松心情转换紧绷的心境 悠闲的景观环境更适合拍照打卡当网美 而老板也贴心提醒民众 餐厅只接受网路预约 没有接受电话预约哦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同样也是美食哦 要带你来看基隆一间火锅店 长期严选A5和牛当火锅肉片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 业者就改做和牛水饺 有韭菜及高丽菜这两种口味 业者坚持手工制作 保留多汁的口感 他其实看他的油露就知道了 其实和牛他的油花其实比较细致的 尤其日本和牛分布的很细密 一颗一颗水饺刚起锅 剪开来看韭菜和肉末混合在一起 但不说你很难看得出来 这是和牛水饺 和牛的味道很浓郁 然后入口 其实吃得到韭菜香 又吃得到那个和牛 它的香甜味 尤其是那个肉入口即化 然后配上那个清脆的韭菜 真的很好吃 外面水饺其实它基本的那个肉末 或是菜啊 其实馅料 它的一些不管是酱油盐什么东西 全都参差很多 因为和牛其实吃原味 其实是最棒 吃得出它那个肉质的感觉 重口味是可以选韭菜 韭菜其实跟和牛搭配起来 其实它 我觉得也是蛮match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还是肉跟韭菜两个 因为和牛其实它的味道其实是 就是牛肉和牛的味道 其实很 吃起来其实是很融在嘴里 那韭菜其实它的香味 其实是可能本来就比较重 可是我觉得吃起来 其实有别的一般的水饺不一样 入口即化就是和牛水饺的口感 浓浓的香气 让韭客唇齿留香 但要包出一颗饱满的和牛水饺 手续可是很繁复 然后经由我们搅拌以后 它其实我刚一直强调说 它的肉质非常的细致 等下货完以后你会发现 你完全看不到肉块 它整个都会变肉泥 那 它包在我们那个 配合高丽菜跟韭菜下去包以后 和牛水饺非常特别就是 你会吃到满满的和牛香气 尤其这个是日本和牛 澳洲或者美国 它可能肉质会比较粗糙一点 这就是我选择日本和牛的原因 将解凍好的和牛放入绞肉机里 立刻飘散出浓浓香气 再与韭菜高丽菜均匀搅拌 全程都是纯手工 按摩时间也要拿捏的好 和牛的特性它油花比较多 所以基本上我起初刚开始包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说 包这个和牛水饺是蛮有创意的 其实然后开始包的时候 觉得发现说其实很困难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油脂比较多 那跟一般的水饺不一样 它包出来以后你要那个 加蔬菜跟韭菜的部分 那个比例要拿捏得非常完美 一般水饺印象就是皮包陷多 但要包和牛水饺 饺子皮要经过挑选 加上和牛有油脂 怕饺子没包好下锅容易散掉 因此光是包饺子也是一门功夫 高丽菜要先脱涩水 所以它本身肉就会含水性 所以它比例要多一点点 不然菜肉的比例会不均匀 我们的分量大概是32克 因为就是大颗 所以呢这个皮也是特制的 会比较厚 因为水饺大颗的话 煮的比较不容易破 我们平常在火锅店吃的那个蒜和牛 其实口感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老板他在包那个水饺的时候啊 他有把它跟那个青菜和在一起 然后他完全融合 有点像肉丸子的那种感觉 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吃起来口感就真的很错 台湾人爱吃和牛 就用这间火锅店业者 对和牛很有研究 掌握A5和牛的油花特性和口感 推出了韭菜和高丽菜两种和牛水饺 因为老板龟毛的个性 从制作内线到包饺子都不假他人之手 这个其实是真的是限定 为什么因为当厂商他从日本进和牛进来的时候 是一整头牛 那他把大部分的肉块分解以后 会提供给牛排店 火锅店或者是一些烧肉店 那其他切下的边边角角的肉 通常过去都是五星级饭店 做那个和牛炒饭 可是现在就是疫情的关系 然后其实大家生意也都没那么好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买到这个和牛的角落 角边肉 对角边肉 是另外一种出入 因为疫情真的让很多行业 是啊 这没办法 就是要想办法生存下去 受到疫情影响 火锅店业者找寻了另一条生计 推出了和牛水饺 严选肉质 内馅饱满 要让爱吃和牛的韬客 没咬一口 唇齿留香 记者黄少铭 金融报导 欢迎加入解锁人生成就游戏 网路上来录不明的工作 看起来待遇很好 请问要应征吗 您已录取新工作 请依照公司指示到提款机 指引现金 请将现金交给公司指定现象 您已解锁成为诈骗车手人生成就 找工作请注意求职房骗三要七步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 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季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卖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佩寺地藏王菩萨已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应 信众时常来参拜 香客们也笃信大慈大悲的 观音佛祖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并济世督众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起来啊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吗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根据估计金融市大约有1000位 学龄前儿童需要早疗服务 不过金融市提供早疗的机构只有7家 资源明显不足 立委蔡世英特别前往刚设立儿童早疗中心的台湾矿工医院来视察 蔡世英也向卫福部建议提供交通津贴 补助相关的医疗院所增设夜间服务门诊 同时他也承诺未来当选金融市长将建立跨院所的伙伴关系 提升金融的儿童早疗环境 对 然后把它卡上去 这样卡上去 只要卡到这里 对 卡进去然后就可以溜进去 然后这样就可以这样溜 有华索还有攀岩墙 很难想象这里竟然是诊疗室 这是台湾矿工医院刚设立的儿童早疗中心 这两项越野运动常出现的设施 其实是职能治疗师测试了解就诊孩童状况的工具之一 这个滑锁呢 我们比较会是希望提供小朋友一些可能加速度啊 前听觉的刺激 就是去增加一些他的一些需求 对 所以就会用这个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 就是比如说可能我们在滑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说 哦 小朋友的脚脚要夹一个沙包 或夹一个球球 就夹住 然后就可能你当到这里的时候呢 看到地上一个篮子 你要把球球掉进去 就有点练习他们的动作计划的部分 就是哦 你到哪个地方你应该要做出什么的动作 这样子 他比较会是练到小朋友全身的动作计划 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会手一直动一直动 但是脚没有动 他们就会掉下来 所以就是你要手脚定用 儿童找疗中心包含了物理治疗 职能治疗及语言治疗 目前有五位专职治疗师 一周服务大约250人次 许多原本到双北治疗的孩童都重回基隆 服务量仍几乎蛮载 在基隆这边啊 小儿早疗的中心啊是比较缺乏 所以在我们成立之前呢 很多小朋友都是到台北 或者是到新北那边去 那我们这边成立了之后 很多小朋友就是有回归到基隆这边 那我们也就是希望说可以服务更多 在基隆这边的小朋友 因为其实小朋友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公嘛 那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在早期的疗愈这个方面啊 在矿工医院的部分就是可以尽一分的心力 立法人蔡世英特别肯定台湾矿工医院儿童 早疗中心提供夜间服务 帮助白天无法分身带小孩就医治疗的家长 蔡世英也表示已经向卫生福利部方面建议 研议交通津贴补助 鼓励相关医疗院所开设夜间服务门诊 提供家长足够的早疗资源降低成乡差距 建议可以研议交通津贴的补助 来补助这些相关的医疗院所 让这些医疗院所愿意开设夜间的服务门诊 那也让这些早疗儿的家长 让有充足的门诊 让他们不需要因为小朋友的需要 特别还要到外县市去请求医生的专业服务 那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减轻家长的负担 那实务上来讲 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整体的 医疗资源的缩短 所谓的城乡差距有一定的帮助 已经获民进党征召参选基隆市长的蔡世宁承诺 未来担任市长会与基隆市卫生局研议 提高医疗院所的服务量能 并建立跨院所的伙伴关系 提升基隆的早疗环境 公公议院在 记者张奇腾金融报导 针对今天13号晚上的市长选举公开辩论 因为场地问题临时喊咖 谢国良跟成为众议员都认为 市民应该有公共场所发言的自由 呼吁未来一定要改善 针对台铁南站一楼广场 无法出界来办辩论会 谢国良认为相当的遗憾 希望未来能够在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 让人民有发表言论的自由 首先我们感到非常意外 因为过去到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台铁的南站是一个公共空间 然后是一个很多活动都可以举办的地方 我举例去年民进党在推动 四个不同意的公投宣讲 就聚集了好几十个人 就在南站的广场 来进行大巡的政治宣讲 然而我们这一次想要在这个场地 来使用一个市政政策的讨论 却被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子的一个拒绝 难道只有民进党 可以在公共空间办演讲 而谢国良或其他政党 都不能够办这样子的宣讲 或者是讨论吗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气愤 我也要再次的跟大家说 有些公共空间是属于大家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 只有民进党能够在公共空间办活动 其他的政党其他的候选人 就不能在公共空间办活动 是这样的意思吗 所以我在这边是表达强烈的愤怒 而且不同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政府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未来也会距离力争 我们认为公共空间 只要不维护到 违反安全 没有影响到交通 都应该是市民可以发表它 言论自由 而且让他们有机会 活动的这样子的权利 这本来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民主自由跟大陆不一样 最关键的地方 所以我认为台湾这样子的民主自由精神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被很刻意的 选择性的限制了 这真的是我觉得对基隆的民主 一个很大的讽刺 至于询问台铁方面 基隆南占广场借用办活动的问题 台铁表示目前无可回应 记者黄志生基隆报道 人路团境市场概念 搭配上不同风格的音乐 结合现代舞、中国舞等因素 尝试着不同形态的展演 这是基隆市借出演艺团队 绽放中东舞团 绽放舞团日前透过基隆文化局媒合 再次于海科馆内的发电厂 以及广场作为舞台展演空间 进行不同于刻板印象的 中东肚皮舞展演 即使开展前遇上突如其来的正宇 也不减舞者们的热忱 绽放舞团黄惠美团长表示 户外的环境剧场充满许多变数 天气即是其中一项 不过这也是考验着演出舞者的一严历 绽放团圆代表杭嘉宁说到 我们怀抱着跳舞的灵魂 演绎着不同的角色 述说着不同的故事 在国境之北 以山为天 以海为地 勇往港湾 在山海蜿蜒处舞起浪花 在远古遗迹 逝时共舞 绽放邀请您 放肆地与我们一起共舞飞翔 自意地与我们一起疯狂幻想 回到最初的原点 等待您再一次的赞赏 观展游客龚先生说到 我觉得今天是还蛮值回票价的 第一个值回票价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舞台 感觉让我觉得有点 就是好像台湾遗留下来的一个遗迹 然后透过这个遗迹当作一个 肚皮舞表演的一个舞台背景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有特色的 那第二个特点是说 因为在台湾 就是像主办单位这样子的组织 就我认知有点不是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主办单位蛮用心的 就是说可以邀请这么多 不同舞风的舞者来做表演这样子 所以我感觉每个舞者都蛮用心的这样子 绽放舞团努力融合不同的舞风 结合环境的现场条件 透过舞蹈用身体的姿态与音乐 试着述说着不同的故事 以中动物为兴趣基础 加上勇于挑战的态度 成就多人再抵抗的专业 演出时每每让人惊艳 2022远复一击 战长 公民记者蔡宗和高维成 基隆中正区采访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有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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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